爱不是一时一刻的感觉或情绪, 情绪和感觉都会改变, 偶尔是日常, 但真正的恋爱是永远的。 爱不是一时一刻的感觉或情绪, 情绪和感觉每一天都在变化, 但真正无条件的爱是永恒的。 今天我除了会讲几单最新的娱乐资讯之外, 另外我还会提到最近在开电视开工的张维仪, 她自己也有收养一个小孩, 但是今天的主角人物, 我会讲同样都是收养的一个小孩, 由小妹仔电影走进这个电影圈, 再在海潮和坦己, 成为了万千观众的偶像, 她刚刚过了55岁的生日去混逼下, 虽然她入行好像一帆风讯一样, 但当中都有很多起起跌跌, 女神仍然压立不到, 这么多年来都好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今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她入行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拆菊, 经历了这么多人生起跌, 仍然都可以保持女神的面貌, 究竟当中有什么保持青春的秘密呢? 希望网友看完我的影片之后可以得到啟发。 不再让你孤单, 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i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好, 好, 今早有一宗新闻是说了温碧霞, 为什么呢? 她现年55岁的温碧霞, 她在微博上发出新照片, 超动灵的, 由最美坦几, 其实我不是这样叫她最美坦几, 我叫她起机, 起J坦几, OK, 起J坦几, 好了, 她美艳而性感的外形, 令到成为万千观众心目中的女神, 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分享她的生活, 生活就是不是性生活, 哈哈哈, 近日她是晒出一系列的美颜照, 凍灵的面蛋, 加上纤绣的身态, 软如一位少女, 照片之组曝光之后, 再度掀起网民的热议, 她只是post她最新凍灵的照片, 但今晚我搜集了她很多的资料, 如何入行, 经历过什么挫折, 起起跌跌, 遇到感情, 还有些不为人知的, 不是那么多人知道的资料,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到她入行那部电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网友, 看过她这个小女孩, 其实我没有看的, 我的哥哥姐姐看的, 一路说一路, 不如介绍一下, 今天微博的发文写着, 月亮代表我的心, P.S. 中秋至快到, 美丽的月半弯, 今天朱主席不是准备月半弯, 因为有很多歌曲, 让大家回忆当时的情景, 她的美丽的月半弯, 说回她的微博, 她说留下美好这一刻, 照片之中, 她绑着一个超丽的鞭子头, 身穿霸色, 细肩带的长洋装, 不是中式的, 就是比较外国一点, 她说开心和湾玉的造型, 是装置艺术的合影, 千世的四肢和洞灵的外博, 完全看不出她已经55岁了, 真的看不出了, 加上原来今晚, 要和大家说她的时迹, 一路说到今时今日的话, 你猜不到隔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她今时今日, 都可以保持到这么漂亮, 当然是有原因, 我说她由她的背景开始说, 她的背景, 在她童年的时候, 她在新界的条颈嶺木屋区, 第八区就是出生和生活的, 在她家里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她自己是排行最小的, 家境非常之贫穷, 在这个自小就这么贫穷, 只是一个33平方的小的石屋, 而且她当时小的时候, 她爸爸是没有什么工作的, 而且是一身的债务, 欠人很多钱, 原本她的父母是想把这个小女, 卖给人的, 当日这个温碧霞年纪少少, 你听着, 她竟然年纪少少, 我从这里, 我会慢慢每一个她经历的事情, 都会告诉你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这个女人去到55岁, 她都可以保持到这么漂亮呢? 说真的, 她不是我女神来的, 我女神就是妙手人心里面的陈慧珊, 就是那个肩膀, 跟着专业人士的样子, 其实我是不喜欢这些, 我不是太喜欢这些, 常常是不知怎样的, 多谢成为会员, 我不是太顶得顶这些说话, 但原来我今天做完功课之后, 我对她更加了解, 其实我对这个人, 肅然起劲, 因为娱乐圈, 很多人以为很复杂, 那些女孩不是这个, 做哥哥, 又那个又怎样, 但这个人, 原来她心地善良之余, 她的性格很清高, 我希望, 当然她的出生, 所以你听完之后就会觉得, 人的出生是不要紧要, 最紧要你自己够健身自爱, 好吗? 好了, 她跟其他女性不一样, 所以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她的父母就看到她, 这个又乖乖的义, 又美女, 就将她想卖给一个叔叔, 当日这个聪明伶俐的温碧霞, 他有几岁的女孩, 他就知道她父母的意思, 就准备卖给那位叔叔, 谁知道她就不停地哭, 不停地哭, 啊, 啊, 不要真的卖给人了, 啊, 哇, 这样, 但是呢, 竟然这件事是生效的, 这个聪明的妹妹, 不停地哭, 不停地哭, 她就, 因为这个父母真的太穷, 没办法了, 不卖给她, 就是自己家里就没有钱了, 要挨穷了, 但是竟然呢, 就令到呢, 即将要卖她, 已经带了钱的叔叔, 带了钱的, 准备要交钱给她父母, 就卖她走的了, 但是呢, 那个叔叔看到她哭得这么凄凉, 动了慈爱的心, 接着呢, 她不但没有将这个温碧霞买下来, 而且将原本要卖她的钱, 就无条件地交给她父母, 然后她就说, 唉, 我也是不卖了, 你也是好好地, 养大这个小女孩, 这样说, 接着呢, 她的叔叔就走了, 自此之后, 她说, 这次的劫子, 她就避过了, 被人卖的那个的惊险了, 所以呢, 接着呢, 其实呢, 她父母呢, 就继续去养她, 拿了叔叔那些钱, 都不代表她家庭环境可以改变, 但是她爸爸, 由于以前曾经是做过这个国军军官的, 所以对于她家里那么多的兄弟姐妹, 非常之管教严厉, 但是小孩子呢, 你不循循善有去引导她, 你不停好严的话, 她越是反叛, 所以当时她是非常之反叛的, 并且是逃离到香港去定居的, 另外, 在这个条颈嶺, 我曾经介绍过, 陈玉莲, 就是她的邻居, 王小冯, 我未介绍的, 遲些可能有机会讲一集, 王小冯, 你们喜不喜欢听, 喝口水, 口渴到疯了, 哈哈哈, 喂, 你们快点赞好吗, 谢谢, 是啊, 现在三分之一人赞了, 谢谢大佬, 是的, 千二人赞了, 麻烦了, 继续讲完, 我不是跟你讲, 陈玉莲也是住在条颈嶺, 王小冯也是在条颈嶺, 身皮, 反叛, 周不时, 吐壳就小不免, 吃烟饮酒玩天狗, 就小不免, 天狗那些我自己加下去, 因为我想着压云, 哈哈哈, 吃烟饮酒是是的, 他自己都帅的, 但是, 他就很反叛, 他曾经就读过, 这个明远小学, 他最喜欢哪一科呢, 就是音乐科和美术科, 原来三岁定八十, 他自己喜欢的, 都是这些较为艺术性的东西, 所以后期有机会, 去到演戏就没问题了, 由于那个环境, 就是比较复杂, 可能他妈妈见到他, 小小过, 整天都走去跟男孩子玩, 你知呢, 如果做妈妈的话, 很害怕女儿, 一早被人家破了, 你明白吗, 是不是, 他妈妈为了他, 讀一家更好的中学, 于是就安排他在香港岛的中学, 继续去学业, 另外, 他曾经在这个天主教的明远中学, 完成他初一, 中一, 即是昔日在太古城的, 圣洋汉中, 男女英文学院就读的, 他其实呢, 他上学期间, 就对于籃球队, 成为籃球队的队员, 中学期间呢, 即是十二岁左右, 为了要他更加方便, 他家人呢, 他自己, 他自己, 就是这条颈, 不喜欢住这条颈, 既然他爸妈妈, 想着去读一家好一点的中学, 搬了去, 当时就住在沙基湾的姐姐家里, 好了, 他读中学的时候, 已经懂得抽烟, 或者结交一些问题少年, 问题少年, 即是那个年代, 应该是油脂仔油脂妹, 要弄在囊杆上, 拿着口烟, 然后就在夹煲, 吹喝水的, 对吗, 然后呢, 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有一天, 他继续和不良少年, 和家人, 还是做一些很坏的, 至少他们的感觉, 是很反叛的, 如果外表就那么反叛, 他就吸引了两条茂利, 你知道兩條貿易是誰嗎 一個是當時一位導演黎大偉 另外是當時只有24歲的文俊 文俊是一位挺出色的編劇 很多80年代的電影都有份幫忙 文俊說我是麥當雄公司的編劇 當時木筆釘的溫碧霞 他就問麥當勞我就認識 有眼不識泰山 文俊就遞了一張卡片給他 你有興趣的話就打電話去我們公司試鏡 你知道那個年代有很多騙人 很適合做模特兒 他的戰戰兢兢 他自己也是選擇 因為家裡也很窮 既然有這樣的機會和那些飛仔飛女的朋友商量角 不如試一下吧 你知道那些本死無大害的 不良少年 然後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試鏡成功 就入行 演出他第一部電影 就是《青梅仔》 然後藉著這個角色 也得到金像獎 最佳新演員的提名 但是當時他入行之後 他就沒有完成他的中學畢業 就在1981年正式加入了電影圈 而這個電影《青梅仔》 就在1982年上演 當然這部電影《青梅仔》 最經典不是溫碧霞 就是另一個 不如這樣吧 我找朱主席 讓我找回那張照片 我找回那張《青梅仔》的照片 這個 這個厲害 你們大家有沒有人記得他是誰 OK 朱主席有請 沸沸受為我的自由 今天與你分手 不必要眼中有淚流 人總有分泌時候 遙遙長路 我不會回頭 不須替我擔憂 青春在我雙手裡頭 何必理得實與否 我想飛 好似海歐飛飛萬里 我又在天上圓飛 我願圓飛 我願圓飛 我想飛到天邊的的盡處 直揚下千萬明媚 世上樂圓地 多謝 好了 朱主席可以回去 先回一回 因為待會還有其他的金曲 哈哈 對了 你們記得按個讚 麻煩